宝特瓶上沾满泥沙 但仔细看这个竟然是从韩国漂到台湾来 环保树透过定点定量方式 在不同季节监测调查 首都公布官方数据 发现海飞垃圾依旧以宝特瓶占大宗 台湾本岛五成以上都是国人自己丢的 但从离岛记录来看 就发现不少垃圾是从大陆韩国而来 主要是受到大陆的这个海漂的垃圾影响 那所以在离岛来看的话 大部分是以国外的为主 这个渔据的部分不能直接在海洋做气质 这样做海洋气质就会漂到岸上来 离岛的部分在这个渔类的这个废气物 会占的比较一定的比例 调查发现生活用品及油气行为产生的垃圾 在西半部几乎占了八成以上 但根据地区不同也有差异 北海岸海钓热点渔业废气物超过一成 东部地区却是以烟地打火机占多数 像宝特瓶跟宝丽龙就可以漂移 移动很长的距离 可是烟地的话很可能就是 在很近的距离所丢弃的 那个调查点文是在观光区的话 我们的经验 烟地的比例可能就会比较高 消费者的教育或者更上流的 在销售的时候呢 就做更有效的宣导跟管理 这个都是可以思考的 环保署未来将透过人工智慧 进行更进一步监测 也提供异化方式 鼓励民众任养海岸投入浸滩行列 但源头减量少丢弃才是根本知道 民众观念还得再教育 带来新闻周晨 叶宜林特别报道